从今年以来因为市场担忧升息脚步加快 还有美中贸易摩擦推升钢铝价格 让市场担忧通膨会因此而加速等等的因素 都进一步的推升了美国十年期持利率开始往上 落到了3%的区间 其实利率水准的一个变化 其实是反映当然是一个总体经济 然后一个跟货币政策的一个状况 那今年其实从去年开始这个整个升息循环以来 那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十年期就是比较长天期的十年期的一个 政府公债的一个值率率呢 是一直维持在大概2.5左右的这个水准 它其实没有动 可是在这个Fed Fund Rate 就是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 它其实已经逐步的往上提升了 那可是到今年开始呢 这个长天期的债券值率率终于开始反映 前端的美国升息的这个状况 然后开始把 因为把那个值利率开始往上做提升 到近期大概落在3%到3.1%这个部分的一个水准 所以它其实是符合美国所谓的利率循环 然后就是利率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升息循环 那当然市场上今年的这个 所谓的值率率上涨速度比较快的一个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这个美国政府呢 其实今年看起来会发更多的债券 那因应它所谓的一个扩大的 美国优先扩大它内需的一个 这个经济开发的一些计划 所以它会发行更多的一个债券来 满足它需要开发这些计划的一些资金 那当市场就是说以美国政府出来发债的 这个资金量变大的时候 那市场的需求呢 又因为其实升息循环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它会希望说 那我的这个收益率呢 能够跟现在的市场环境是比较 这个match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那个供给增加的一个 然后加上需求呢 希望比较高的一个收益 所以把这个长天期的值率 开始往上去做提升 所以今年就看到整个在长天期 就是十年期的一个债券值率 有明显的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到从大概2.5%左右的水准 拉到现在再三到3.1%的 这个相关的一个水准上 那一般其实 美国为什么的 美国的一个公债值率 其实一般来说 对全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性 就是在于 所谓的一般的 不管是股票或债券的一个平价模式里面呢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叫做无风险利率 那无风险利率其实是在测量说 如果我今天不想要承担任何的一个风险 然后我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把钱投到所谓的无风险利率的资产 那市场上 无风险利率的资产的一个代表性 就叫做美国的所谓的这个存款利率 那现在的利率水准已经到2点多个percent 所以当无风险利率在往上升的时候 那所有的资产 你今天要投股票 要投债券 你都会先去比较说 我的无风险性资产的 就是无风险利率的一个报酬率是2.5好了 那所以我要投一个风险性更高的东西 它的报酬率一定要大于2.5 那这是一个所谓的无风险性资产的一个概念 那当所以当这个无风险利率 持续往上走的时候 那我要求的这个风险性资产的报酬率 就必须要往上提升 所以在所谓的评价模式里面 都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discount 就是说用无风险利率来去discount 这个我要投资的一个报酬率 所以当利率开始往上升的时候 会造成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他对于全部市场当要投资的标的 那我要求的报酬率都要增加 可是要求报酬率要增加的时候 那就会对于整个资产性的一个影响 那你去做一个比较 就是说我今天觉得 这个报酬率应该增加不了 没有办法达到我expect的回报的时候 那我可能会把一部分的钱移回到无风险性的一个资产 所以当资产在这有风险跟无风险性的资产去做移动的时候 那可能就会造成说 这个有风险性的一个资产的价格就会下跌 所以这个是全面性的所谓的无风险利率上升的时候 它会对于所谓的这个资产的价格产生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个也是今年开始发生 各位看到从市场的波动性上升 然后到风险性资产的价格开始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其实都跟这个美国的战线持续率 跟所谓的无风险利率开始往上升 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关联的 投资人的资产有限 当利率攀升 除了股市也会影响到其他高风险资产 例如新兴市场货币的吸引力降低 导致这些市场可能面临到强大的资金出走压力 当这些资金被吸引到了美债之后 也可能带动美元走强 除此之外 利率偏高也会造成企业举债的成本提高 如果借款成本上升 长债的成本也会跟着提升 这将会影响到企业获利成长 就是说当利率上升了之后 我们要看它这个企业 或者是一样连国家都是同样的一个状况 它所谓的债融资的一个成本是不是会上升 就是说假设我一个企业 它就是有一个五年级的债券 在五年前发 那它正好在五年前发的时候 可能是三个percent的这个coupon rate 就是这个coupon的一个失落 可是到今年的 现在因为五年到期了 它需要一笔新的资金 就是持续维持这个债券 所以当它现在要发的时候 当利率上升了 它的现在的市场利率 你要再发一个五年债券 可能假设我们说变成五个percent 那就代表公司本来付三个percent的利息 可以有这个借到一笔钱 对不对 那可是在现在发的时候 当利率上升了之后 它可能要花五个percent的利息 它才可以借到同样的一笔钱 所以当利率上升的时候 的确对于这个企业 所谓的债融资的一个成本 或者说不管是新的融资 或者是所谓的旧的债融资的时候 它的成本都会上升 这个部分的确会对于公司的 这个相关的一个营运成本 会有一个增加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是全面性 当你利率上升的时候 它会对于价格 就是说一个是对于这个 债券的一个价格的影响 一个是对于你债融资的 整个公司营运成本上 也会产生一个 不同的一个方式的一个影响性 可以看到当值利率上升 可能会对多个方面都造成影响 那么接下来 美国公债的值利率走向会是如何 另外在投资人资产有限的情况下 应该如何分配投资方式 来听听黄副总的分析 其实对于利率的部分 我们倒是保持比较中性的一个看法 那原因是因为 其实联准会都会有一个 它这一次升息它终端 它希望达到的一个利率水准 那这个目前联准会公告的 就是说他们公布的一些资讯 其实显示这一次 他们的升息循环 希望落在的 Fed Foundry的利率水准 大概是落在2.75%到3% 那我们其实看过 就是说每一次的升息循环里面 Fed就是联准会其实都会公告 它大概预期的这个利率水准会落在哪里 那10年期的一个债券的高点呢 一般会跟这个终端所谓的预期的一个这个联盟的利率水准是一致的 那所以其实这一次的Fed Foundry的这个终端 终极目标呢 其实大概是落在3个%左右 跟现在的10年期的一个 这个美国政府公债的殖利率在3到3.1 其实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所谓的终端的一个 这个联准会的一个基准利率 一个预期的一个目标 所以其实后面呢 除非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 有明显的在大幅的升高的一个状况下 那去影响了联准会 它其实对于所谓的中级的联邦利率的一个水准的一个位置 有在做更高的一个调整 不然应该其实现在已经反映了大多数的 目前这一次就是一路可能到明年的一个升息循环下的一个 这个利率水准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在长天期的这个利率水准 我们认为其实在没有多的一个 所谓通货膨胀的一个压力之下 就是说更高的一个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 其实大概应该已经反映了绝大多数的一个市场的利率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 其实因为今年前四个月你遇到的状况 就是我们市场遇到的状况是这个 这个持利率快速的往上走的时候 市场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可是当这个长天期的利率它持续维持在现在的一个水准 市场就会回复到一个所谓的比较常态性的一个资产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从市场的利率环境回复到一个常态的一个状况下 应该股票的部分应该还是有比较高一点点的机会去表现比较好 所以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我们还是比较看好股票型的一个资产 那特别是股票型资产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经济持续的一个成长 跟企业获利持续的一个上升 这个部分持续都在进行当中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觉得对于股票型资产的一个前景还是比较看好的 那另外就是到债券型资产的部分呢 就会是它债券投资的一些策略跟状况来去做影响 那以在升息的一个环境下 大概有几个特色会让相关的债券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绩效的一个表现 那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存续期间要比较短 就是说你不希望买的债券是买那种20年30年的债券 因为越长天期的债券对利率的敏感度会越高 所以越短天期的债券它对于利率敏感性会越来越降低 所以以这个存续期间的一个角度来的比较短 会对于这个利率环境的一个状况会比较不受到影响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所谓的利差要够大 就是说你债券的这个债息可能假设是或者说到期的一个收益率假设有6个percent 跟现在的3个percent的一个十年期的一个债券值率公债的值率率 它有大概300个基点的一个差异性 它对于忍受这个所谓的利率上升的一个影响性也会比较高 所以一般来说是说这个存续期间来的短一点 然后利差来的大一点的债券 相对来说在升息的一个环境之下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不过我们刚刚说其实我们预期十年期的这个殖利率应该会落在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区间了 就是来到3到3.1个percent之后它应该会落在比较平缓的区间 所以这个部分所谓的升息持续债券值以往上冲的一个对于债券的一个影响性 我们认为已经是大波数已经反映在今年的前面的 特别是在3月4月的一个情况里面 所以后续到从目前到也许到下半年的一个状况 应该这个整个overall债券的一个投资环境也不会太差 只是说以相对的一个报酬率的这个所谓的预期的一个角度来看 应该股票可能还是大于债券 美国十年期公债已经成为反映市场收益率水准的指标 观察值利率突破3%的现象 虽然不少人认为可能会引发市场动荡 不过也有分析师认为值利率上升主要是反映升息的状况 投资人不必过度解读 而谈到美国公债 除了观察值利率走势之外 市场用来观察经济的重要指标 还有10年跟两年期美债值利率的利差 也就是值利率曲线 由于美国长短期的公债值利率利差不断的改显新低 值利率曲线因此一路的转平 这种情况引发市场的担忧 以过去的历史来看 当利差靠近零 值利率曲线倒挂 就是经济越来越不乐观的信号 而更多的值利率曲线观察 请继续收看下集的整理报道